嗨大家好我是花枝小妹 嘿导演今天我们吃什么呀 今天不吃 给你一个发家自负的好东西 发家自负我喜欢快快 还挺沉的这是什么呀 来瞧瞧 哇一块板砖你该不会是想砸我吧 还有锤子 嘿导演你就是何用意啊 咋没看明白啊 挖宝石呀 挖宝石 叮叮 哇难怪说发家自负呢 我缺的就是宝石 来来来锤子 嘿这锤子也太小了吧 感觉不管用呢 来先把它划开 就这么一块板砖 里面珍藏的宝石吗 导演 哇哇你就知道了 哟 感觉是实心的呢 哼 是时候展示我的铁头功了 瞧 我的 哎 不行了不行了导演 我和他头怎么在晃呀 哎呦 蛮是小猩猩啊 哎这锤子太小了也敲不动啊 你看 嗨嗨嗨嗨嗨嗨 嘿但他这样子长得好像雷神的锤子应该有很大的威力呀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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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这板砖也太硬了 看我这发财致富之路走的有点艰难呀 哦哦哦好疼啊出血了没有导演 哎呦没有啦别演呐 没演真的 这个可以跟锤子一起 哦它是吧 对用锤子锤它 你不早说 原来考古是这么干的 哎呦 遭了个大大的洞 接着来 哎呦 哎呦 导演你看你这工具也太不给力了吧 整个都焊起来了 哦天呐 这灰好大呀 哎呦 身上全都白了 你还想不想要宝石了 想要 你还想不想要发家自负了 想 那你赶紧给我敲 劳动人民最光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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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不信 我发现了 快 它就闪光了 哎快看我发现了新大陆 我的宝石终于挖出来了 哇 我也把它扣出来 噔噔 看 哇 这宝石是水晶一般 还是蓝宝石呢 嗯 金银剔透 哇 我真是一个矿石奇才 我居然能挖到宝石 太给力了 导演 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呀 我的发财之路 聪明 艰辛的走到头了 我要带着它 去卖了 然后给我老妈买黄金 跟你讲 这里头还有 还有 对呀 看来今年过年 可以过一个大大的肥年了 继续 开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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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颗 哇 这个好像是矿石宝石 像纯天然的玛瑙 哇 哇 特别的坚硬 是增货 继续 发财之路不能停 呀 又发现了一颗 哇 这个居然是红的 快看 擦擦 哇塞 红宝石居然被我给挖到了 我真是一个幸运儿呀 蓝宝石 红宝石 我全部都有了 我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呐 哎呀 太累了 既然来 我就把这些宝石啊 拿去给卖了 导演 这砖呢 还给你了 宝石就归我了 嗯 来宝石给我一下 给你一颗瞧一瞧 瞧完的还能还给我呢 都给我 都给我 就给你洗一下 不行 快点 哼 又想套我 让我上套 对不对 哈哈 我骗不到你太聪明了 你这套路啊 我都套了多少回了 我都套熟了 哎呦喂 你确定这个是宝石吗 这个不是你让我考古挖宝石的吗 哈哈哈哈 这个不就是那种石子吗 石子 有这么好看的石子吗 就还我了 哎呀 我这自负之路走的也太艰难了 好心酸呀 看你可怜大方的样子 我还给你 还算有点良心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考古挖宝石 就给大家分享的热啊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